欢迎回到首语经文的现场 再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廷奥就要登场了 到时候开幕式选手们会穿什么衣服亮相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亮白显眼又大方 全套了运动服 这是四年前摸本厅上奥运开幕式中华代表队进场的服装 而今年廷奥在台北 更大的开幕式选手们会穿什么的服装亮相呢 现在因为是地主国 台北厅障奥运的主办国 所以会穿西装进场 这部分是体委会长官决定 我们会遵照办理 就是这一套西装 不管男生女生都要穿 选手们怎么看 我要一定要给台湾的人们看玩偶 是因为若是我们 若是我要穿玩偶 代表国家门面 进场穿正式一点是应该的 只是对平日习惯大动作的选手来说 有点小麻烦 运动员穿这个不方便活动 走起路来会卡卡的 有点麻烦 不过这是台湾第一次主办 只要能帮台湾争光 穿什么都好 而且这套西装还是纯手工制作 趁着总集训开训典礼 几乎所有选手全员到齐 良好个人尺寸之外 也趁着这个时候 向选手们精神喊话 建立他们夺牌的信心 记者陈秀林林国黄台北报道 接下来国际所有的时间 看看武龙老师 今天要叫我们选什么单字 小叔 开始了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障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武龙 东东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你到底在找什么 奇怪 我的钥匙明明放口袋了 已经不见了 你掉了钥匙 那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钥匙掉了我又听不到 怎么会有感觉吗 我们龙朋友 不仅掉了东西听不到 就算有失误昭零的广播 也是听不到啊 是啊 那你今天教教大家 你遗失了什么 要帮你找吗 好不好 好 台湾手语的笔法 你遗失了什么 要帮你找吗 国际手语的笔法 你遗失了什么 要我帮你找吗 国际手语轻松笔 听障奥运就看你 你遗失了什么 你遗失了什么 要帮你 你遗失了什么 还愿意 你遗失了什么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